NOW NEWS NOW NEWS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叫沈一柔 身高160公分 體重42公斤 我的興趣是看書和律動 我的專長是彈電吉他和健身 我目前是一位演員 我接觸重訓大概有一年半的時間了 那剛開始的時候我也是和一般的女生一樣 就是想要變瘦一點 想要讓自己的身材更好 那我剛開始的時候都只有在做跑步和有氧 後來是遇到一位教練 就是他給了我很多正確的運動觀念 然後教我怎麼去做重訓 然後自己後來越來越喜歡 我上完課之後就是開始由自己的自主訓練 這樣那一直維持到現在 重訓對我最大的改變 當然就是第一個就是身材上 視覺上的 就以前我其實從來都不胖 可是看上去沒有這麼結實 那現在整個體態都變得比較好 這個是最明顯的變化 那另外在做重訓的時候 其實從我們重量慢慢的變重 然後可以做的動機越來越多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個成就感這樣子 那當我開始練出一些成果 然後把它PO在粉絲團 或者是我的社群軟體上面的時候 其實開始朋友都是很驚訝的 因為大家都覺得我就是個子很小 然後可以練到這麼這麼壯 那其實也激勵了蠻多朋友 之前就是一直大家說想要運動的朋友 然後他們有看到我真正有運動 練出一些成果的時候 他們自己也開始去做重訓去運動 那看到這樣子其實也蠻開心 就是自己可以變成別人 就是激勵別人的一個目標這樣 以女生來說的話 就是通常女孩子都比較希望自己 就是腰變細一點 然後屁股變小一點這樣 那我會建議就是初學者可以從背部和腿部 臀部開始訓練 但是我還是會建議就是大家是可以訓練到全身 我國小六年級的時候開始彈木吉他 然後那個時候就只是喜歡 就是喜歡聽音樂 然後就是想要學習一個樂器這樣 然後我那個時候其實最喜歡的是那種 比較老派的500阿Beyond的那種音樂 然後我第一次在木吉他上彈出Beyond的一首 叫做光輝歲月的那個前奏solo的時候 第一次覺得他可以跟那個CD的東西彈就是一樣的 那時候我就就是開始非常非常喜歡吉他 然後後來大學就是存錢買了第一把電吉他 然後一直彈到現在這樣子 那我大概是彈吉他大概兩年左右的時候 開始去做一些自然自唱阿 然後嘗試做一些創作 那有的時候就是工作阿 什麼遇到比較煩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彈吉他可以幫助就是我專注在一件事情上面 就是不會去想很多煩惱的東西這樣 那有的時候我想要抒發一些自己的想法 或者感覺的時候也會去嘗試做一些創作 我大概是從兩年前開始拍廣告 然後慢慢接觸MV那什麼的 然後有經紀人注意到之後 他建議我往演員的工作去發展 然後我就開始演出就有拍戲這樣 那我目前的工作目標就是 希望可以成為一名更專業的演員 然後有更多的作品呈現給大家 那演出一些令大家印象深刻的角色 那喜歡我的朋友可以追蹤我的粉絲專頁 還有我的IG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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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